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82节 富他获财 怨他生死 甘求不随 病生咒恨 这一节说了两座事情 这个富是欠的意思 像这个借钱不还 反而是借别人的弃用 庆民用具 没有偿还的意愿 都是属于这类的 这一类都是属于偷盗的异性 佛家讲头道范围非常的广泛 而古得呢 跟我们说明这个道界 叫不愚痴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非常的 完备 凡是有主之物 不愚痴 无论你用什么手段 得到 不愚痴 主人 没有答应 给你 你得到的 都叫做偷盗 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 借钱也好 借物品也好 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 不是给予我们的 借给我们呢 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 如果没有还的心 这个心就是道心 也是犯偷盗之罪 如果说是 借人的财物 不想还呢 还希望他早死 这个罪过就更大了 佛在经上说 生这种心点 已经是出生了 来生的古报 彼多我道 所以世间人 眼光很浅 只看到眼前的小丽 不知道后患无穷啊 出生 墨落到出生道 容易啊 要想在出生道再 回来做人 可就难了 语言音在哪里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出生道的 出生道的 语音 虽然很复杂 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是愚痴 注意一下想 欠人财物 不想还 这个心就是很愚痴 人 再要咒人死 再要咒人死 人愚痴到极处 所以 堕落到出生道 出生的愚痴 要跟人比 要超过很多倍 愚痴低级的动物 愚痴越严重 我们在佛经上 看到一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奇数 解古堕园 古堕园修房子 解古堕园修房子 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 在一起 看到地上 一窝蚂蚁 佛看了之后就笑笑 弟子们在旁边 看到佛笑着一窝蚂蚁 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佛为什么要笑他 佛就告诉大家 这一窝蚂蚁 其尊佛 出世都过去了 他还没有立蚂蚁身 我们就不说多吧 一尊佛是三个二身七戒 七尊佛是二十一个二身七戒 他还没有立蚂蚁身 不是说他说他寿命场 蚂蚁死了 来生还做蚂蚁 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什么原因呢 过分的执着 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 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 执着那个卧视他的老家 永远不离开他这个处所 死了以后投胎 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 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啊 所以佛在大小城一切经论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要能体会 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 三卧道 一如二难处 这是四世真相啊 很容易躲三卧道 三卧道的夜夜贪嗔痴 所以佛教我们修戒丁慧 勤修戒丁慧 熄灭贪嗔痴 目的在哪里 不多我道 所以人 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 人的根本 人的根本是什么呢 在佛家是五界 在儒家是五常 五常是仁义离之心 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 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呢 失掉了 来生决定不能得人生 主要想的 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 过去生中 修的有这个条件 这一生当中 遇到了远 父母跟我们有缘呢 父母属于正上缘呢 真正道人道头生 是过去生中的意因 所以到人道来不错 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就相当不幸 什么原因呢 社会环境不好 没人教我们 古时候 确确实实 诸位 你读这个《李记清华录》就晓得 《李记》这部书 要以现代的 这个这个这个 学书界来看呢 它是属于杂志 古老的时候 那一本杂志 里面记得东西很琐碎 很多 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 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生活状况 文物制度 你看看古人多么重视教育 尤其是家庭教育 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机会比较少 有很多父母不认识 但是他受到社会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 他懂得做人的道理 他懂得了 他懂得了 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 基本的 圣贤教会 无能无常 他懂 无能 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一定要认识清楚 不常是基本做人的道理 第一个是人 推及接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没有念过书的 也懂得 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 对待任何人 他会想 摄身处地地下 我这样对待别人 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人家不能接受的 我们就不可以做 别人这样对待我 我不能接受 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 一是为社会为别人服务 不求报场 我们今天讲 尽义务 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 来为道场服务 为大家服务 不求报仇的 利益是有分寸 有极致 自卑而尊人 知就是今天讲的理智 而不是感情 感情里面故事就太多了 凡是他有理性 最后再讲信用 人无性而不利 这是中国古圣先行教人做人的道理 这五个字总要受处 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 无论念过书没念过书 诗字不诗字都懂得这个道理 而且都能够遵守 所以社会安定的 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 物质文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可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知道 道德呢更是疏忽了 甚至于遗忘了 尤其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 竞争呢 这一针 人意理智性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 后人写历史 写这个时代是乱史 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 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 十十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 我们要晓得 这样的心态 后果不堪设想 用这个偷盗的心 这个人哪里能发财呢 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呢 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章 甘求补随 便生作恨 这也是我们今天 很常见 有事要求人帮忙 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你就生怨恨 这个祝节里头 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啊 我把这一段念一念 甘求 指一切大小之四 凡有 有甘 恳求拓与人者皆是 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 不谁呢 不如意啊 你求人帮助 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 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 于是你就咒他 诅咒他 你就恨他 这个是 自己造罪业 这个是 自己造罪业 后面这一段 他说 君子大礼安命 岂肯向人甘求 这是个名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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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能够安心随便 致命落天 他 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 要求人 人家肯帮助很感激 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 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 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 古人说 这是小人 不是君子 什么叫君子 名义的人叫君子 小人说 迷惑颠倒不懂道理 怎么可以责怪人 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 如果有这样的念头 他不是一个学佛人 他对于佛法 对于佛陀的教诲 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 这不要受做了 佛所讲的这些教诲 他不懂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 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人 周围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里头有个例子 各立王各界身体 《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 《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 这一段公案 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 《仁如仙人》是释迦摩尼佛前世 没有成佛之前 在修学过程当中 修《仁如伯罗米》 大家称他做《仁如仙人》 《仁如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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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对他有没有作恨呢 没有 不但没有作恨 而且非常感激 感激什么呢 感激他这种心态 自己能忍受得了 这是忍如波罗蜜 圆满之下 我们明白了 如果没有郭丽王 这种横满无礼 嫁给他这种是最严厉的侮辱 怎么知道他忍如的功夫 就等于考试一样 他能忍 丝毫忍恨的念头都没有 而且还发孕 将来成佛第一个要读他 所以师尊成佛 第一个都乔诚如尊者 乔诚如就是当时的格力王 摄加摩尼弗 就是忍如先人 他说的话兑现了 称佛第一个读他 所以古得教导我们 冤家 冤家一解不一解 人生在世 决定不要给别人接运 给别人接运 错了 别人纵然 对你不满意 侮辱你 回报你 陷害你 我们修佛的人 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 业报 过去造的不善业 今生受的国报 欢喜接受 这报就报掉了 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 戒就解掉了 就化解了 好事不是坏事 如果有一念 心不平 这个戒还在 没戒开 没戒开 将来还要报 所谓是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这个多可怕 我们修佛 最低限度的受用 要能够获得 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 我明白了 所有一切冤情债主 嫁给我 种种不如意 我都欢喜 波罗密的老师 是我修仁如度的善知识 我们恭敬感激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有丝毫怨恨之心 这是我们的佛法 这是我们的佛法 真实受用 我们要明了 要理解 使我们自己一生 都能生活在 感恩之中 我们的道义 就不难成就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的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